是台湾相声演员基天宇 他说不参与任何绿营演出 尤为身为中国人的本分 我们一直都不愿意去参与任何民进党相关的演出 甚至你带绿色的色彩我们都不碰 因为这个尤为我身为一个中国人的本分 情愿不为这五斗米折腰 我都不能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情 这个基天宇很多人都不太知道 他好像是一个不是很优秀的相声演员 虽然他好像师父都很有名 但是他做相声演员不成功 他讲的相声不好笑 然后他是来影的人 2014年九合一选举期间 曾经为连胜文竞选台北市长助选 就是不能叫来影的人 就支持来影的人 他是支持国民党的人 那然后2016年前往中国发展 然后成为德云社首位女相声演员 那但是呢 我看中国推友说 就是他一点都 在中国也不受欢迎 因为他讲的不好笑 就是他作为相声演员 他没有什么本事 所以中国人也不喜欢他 那但是呢 他就靠着舔贡 就是赚钱嘛 2021年12月当选中国文联 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就是他靠着舔贡为生 他相声的本事很差了 所以大家都不认识他 这就是他参加中国的这个代表大会的什么的 所以大家就嘲讽他说 干嘛幻想自己会被邀请 然后问说他是谁 不认识完全没听过 对 他在台湾 在中国都不有名 就是靠舔贡为生 但是讲大话说 不参与任何绿营演出 尤为身为中国人的本分 跟你们说一下 那然后还有呢 就是提一下 就是有一个中国的餐馆 叫做杨国福麻辣烫 那这一个企业呢 他有去台湾开店 那在台湾开了一个 这个在台北南港区的一家店 那然后呢 就是他在 我不知道这个是在哪里吧 应该是在这个中国的互联网 互联网上面吧 就是发了一个关于开店的宣布的时候 他是说中国台湾手电开业 杨国福麻辣烫中国台湾 手电开业 匠心同源 美味连接两岸 跨越海峡 共品麻辣鲜香 就等于说 政治上明确的表态是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就政治一定要正确嘛 就是中国企业 这是中国企业 那所以说 这个然后包括hashtag中国台湾 什么的 所以就是台湾人 就是注意一下 这个杨国福麻辣烫是中国企业 然后他明确的表态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那然后就说 这个当然从政治上来讲 就是说 它是让人很不舒服的一个事情 另外就是这家还有食安问题 那这个杨国福麻辣烫 他在2021年的时候 发现 那就是被这个博主发现 说他们的一家店里边 仓库食材被老鼠咬过后仍继续使用 地上遍布老鼠屎 娃娃菜和猪肺等食材 未清洗直接使用 对 就是有人发现说 他的这个在台湾的这个 推广的贴文吧 说杨国福麻辣烫的这个店铺的食材 许多食材用空运方式运来台湾 一点也不含糊 就是希望给大家吃到最传统的古汤 麻辣烫 那空运食材 那肯定就是从中国空运过去的 从中国空运食材到台湾的 那所以就是说 就是无论是从他的这个政治上的这个表态吧 还是从他的食安上面吧 我觉得都还蛮有疑虑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定要从中国空运食材到台湾 才才才才行了 那就是但是至少就是就我个人而言的话 我我相信台湾食材的这个可靠性啊 我不会相信中国食材的这个干净 或者他的这个就是我不 我不相信来自中国的食材好吧 我相信来自台湾的食材 我不会相信来自中国的食材啊 所以呢就这边给大家提醒一下 大家注意啊 就这家店是中国的企业啊 他不单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啊 然后他还 这个有很多食安的疑虑啊 然后他在台湾开的这家店的很多食材 也是从中国空运到台湾的 那就请大家注意吧 说开在台北南港草店地图有这家店 对所以说大家要记得避开 大家要记得避开这家店 对 然后我觉得其实理论上来讲 我觉得所有中国的品牌 在台湾的店铺都 我个人是建议都不要去了 那譬如说这个我印象中吧 就是海底捞 这是一家中国企业 那这个海底捞 他们家的这个监控摄像头 有出过一个争议 就是他会把这个监控摄像头里面拍的东西 好像是传输回中国 就是他有很多疑虑 他食材安全的疑虑 然后他政治立场上的疑虑 然后还有他的这个 就是他有没有可能他有监控摄像头 他拍摄到你的脸 或者是你的什么东西 他有可能会被中国共产党所利用的疑虑 记得海底捞是有这个疑虑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都是不建议大家去中国的这个餐饮 这些连锁店去消费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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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